來進行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課呢 我們先對未來的教育改革 到底要怎麼做 現在有什麼問題 我們先有一個粗簿 找再來共同的探討 那第一聲呢 當然我們要說未來的教育改革 我們未來的教育改革 我們要關鍵的是什麼 我們要關鍵的就是 世界人的貂流 現在國際上的貂流是什麼 我們有一個兩個 很重要的選項 我想這是我們未來的教育改革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第一就是這個 1996年 在這個西班牙巴塞隆 那裡有來自200幾個全世界的NGO 非政府組織 以及世界各國的這個筆劃 有200幾個在那裡組織 然後用選佈一個世界議員官選項 這個世界議員官選項 裡面呢 有規定到很少 包括這個議員 文化 教育也好 一些基本的管理 這個我們待會兒也會的重點 稍微提起一個 再來就是說 這個聯合國的教育文組織 他們在2000空一年的時候 也有公佈一個世界文化 導入性選項 世界文化導入性選項 它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不管你這個族群 你的議員 你的文化 人 你選擇一個 也應該是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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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所以這兩個選項 是我們未來 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 教育改革的一個根據 我們來看看 這個世界議員官選項 裡面 在地 它的專門很長 各位如果有時間 可以像Google 你給它 我們也有辦法 叫台語辦 現在當時還要給它 這個台語辦 各位可以很忙碌 去查 世界議員官選項 他第27條裡面 他就說過了 他說 所有的議員社群 都有主義 來教育他的行為 讓他們可以盯到 跟自己的 傳統相關的議員的地式 譬如說 現在做他們社區 監視用 一些文學 或一些性言 一些過期的 頑義 順順 這都應該要 受到補充 再來 像第28條 他也說 他說 所有的議員社群 都有主義 來教育他的行為 讓他們 可以來 來了解自己的文化的傳統 那是三種文化的傳統 包含到 像說 歷史 地理 文學 這些是其他文化的標準 這些都是傳統的文化 甚至可以延伸 跟學習 他自己想要 順順 了解這些文化 這是第28條 基本上就是 我們未來 要加強 台灣人應該 了解台灣的 歷史 地理文化 這是應該的 這是很順利的 過去我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在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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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讀書 在讀書 美國的教育 就是這樣 小行開始 我真正在讀書 在讀書 人家就在讀書 人家就在讀書 為自己 站去的地方 先開始改 立書地理文化 人家都也是這樣 像我們台灣 過去 國民黨 以來 像是中國法的教育 像是學中國的 修中國的歷史 文學 文化 上面這些 確定的內容 但是對著我們自己 本土的歷史 文化 議員 所以都沒有阻重 我想這是我們未來 很重要 要給他一個方便 再來 例如說 第28條 第28條 人人都有主意 用自己所大 所在的 特定的 通行的議員 來 接受教育 例如說 我們美鳥 有這麼多 客家的朋友 你美鳥 你說他客家為主 你可以 你的學校教育 你就要用客家為主 你慢慢再學其他 譬如說學台語 或是學其他的議員 學英語 學一句 你如果是我們住民的寶樂 譬如說 你如果是這個 台燕的 泰雅主 你可以 學校教育 最開始的時候 你就像台燕 自己的母義生 再來才會學 你集邊的其他 操縣的議員 所以像這個 這人在國際上 這人 在國際上的一個 條流 本來就是這樣 但是過去 我們有管理 用我們自己的母義 來受教育 沒有 都要接受 中國的教育 在座 我最大多數 的人 世上都是受到 中國的教育 這是很不合理的 這就是 過去 外來 政府要跟我們 統法 跟我們教育 做 為台灣人 變成中國人 所以第一次說 他沒有讓我們 說自己的 沒有讓我們 了解自己的歷史 所以 他上 這是只有幾條 比較重點 拿出來給各位看 他上色 還要這麼多 我們這 就是說 基本上 用自己的母義 再來接受 人物自己的歷史 文化的教育 這是很適合 在聯合國也好 世界各國也好 基本上 這是一個 國際的教育 但是過去 北京的教育 說無名化 都向馬歐 說 那些都是 在地化 都是射愛 台灣化的 工作而已 但是 我們剛才 寄的這兩個選項 基本上 我們在國際上 就是肯定 你要國際化 你就要生在地化 譬如說 最近 很多人 尤其年輩 看電視 都會說 韓國 最近還有一個 騎馬屋 港南style 什麼港南style 很多人說 韓國 這幾年來 他們的演藝界 他們的 這個 五六十年 還做得很好的 全世界的人 都要看 只有港南style 都要看 他們的 各位 如果你們看 港南style 他穿的歌 他的內容 台灣有嗎 其實台灣也很多 像說 南雷 真正 穿過風景頭 也不錯 他也是在考慎 考慎 台灣的社會 一些問題 或是說 新聞廳 過去穿的一些歌 也不少 但是 為什麼我們 覺得 你如果唱 丹陸的歌 就覺得 鬆鬆鬆 新聞廳的歌 也是鬆鬆鬆 為什麼港南style 覺得很穿 人家說是一樣 只是 很多人看 還是很多人看 所以我們過去 認真來說 你穿港南style 我們就是 韓國的所有的港南 是去韓港 韓國的南部 那條韓港 韓港以南 那個地区的一個 現象 所以呢 人家的港南style 會變成全世界 包括美國 英國 都很出名 很豐盛 很激情 的一首歌 那就是什麼 人家是有本土法 人家有韓國的本土法 之後才會變全球法 我們如果沒有的時候 如果沒有本土法 你怎麼有什麼特色 所以這也是我們未來 要做台灣的教育改革 很重要的一個 兩個選元的根據 我們過去 六七十年來 就是因為都什麼 中國法的教育 所以我們對台灣 都沒有什麼了解 不是一般人沒有了解 甚至很多 特色的特色 尤其是特色的 尤其是特色的 特色的 都對台灣沒有了解 特色的 特色的 都對自己的 目的 也越賣了 越清楚 甚至有些 是說 真有名的 藉家 什麼文學 台書呢 其實對台灣沒有了解 這剛好 甚至要拿去一張 就是有關這個 我去年 看他這個 青春明 青春明 他也 認真說七十幾歲 要八十歲 也吃到八十歲 其實我以前也做到看他的秀率 但是我覺得 他 人家說吃樓 比較出票 吃樓 你吃樓 為什麼 那時候 他去年五歲 我跟他有些重度 可能我們在做一些 動心的 外面看了新聞 看了多少 會知道 不然你看到新聞 可能 不一定完全的報道 這麼多 中國派的問題 報的 都是比較窩心的 稍微簡單提起 就是說 像 所謂這個 是文學台書的人 結果他對台灣的 歷史文化 的文學 的了解 也很 像 幼典 甚至可能 比幼典更加 還要儲勁 是怎麼 我去年 跟他去衝突 會去抗議 他就是去年 來台南 台灣文學院 那裡演講 演講的表弟 剛才有什麼 台語文書寫 到教育的胸殼 台語文書寫 教育的商圈 他來這裡就說 台語文 怎麼怎麼 當然你如果是 很客觀 就書 論書 你有建議 有什麼 要改進的 你好好講 其實我 也不會抗議 甚至 其實在場不是只有我一個抗議 我只會抗議 但是 因為我剛好 有生態 教育的頭 所以文學台就找我開桌 那是文學台條件 找我開桌 本來文學台是說 幫我補補 看 生態可以 幫我抬頭 要幫我抬頭 幫我抬頭 就像最近的文學台 我要看什麼梯台 還在修理 什麼 詩文儀 集管局的副局長 他就說 美國簽證 那是 沒什麼真的 不用簽證 他說如果真的不用簽證 應該給我抬頭 去美國 是怎樣 就更定義 那些東西 所以 一樣 你看那個梯台 我整個天看 梯台 又要連社會 叫政府 叫行政一定 就要處理 奇怪 他們這樣都很奇怪 那 阿樂 罵 全身的都沒關係 如果稍微抬頭 說得不一樣 意見 說得要隨處理 就是這樣 這不是只有 那個 我們剛才說的 集管局 包括學校裡面也是 包括我在學校裡面 不是找麻煩 那是說 我們等一下也稍微會拿去 他怎樣找麻煩 像這個 那時候 他來台南演講 的時候 他就 一開始我也坐在台下 腳聽了 聽了說半點多張 那半點多張 簡單說就是 他就要說 台語是怎麼寫 台語就沒有文字咧 台語也不會寫一個人 台語 就沒有書寫歷書 也沒辦法創作文學 你文學 你只要用中文寫 不能用母語 也沒有什麼 母語教育 你說 母語的店主說就好了 你學校就要學中文就好了 如果沒有增加學生的負擔 再來他就說 他又 古特 什麼人 什麼人 又寄人名出來 像他們這些 那些搞台語的 不倫不類 就真的寄人家 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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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場在座那些多少 比這裡比較多人 現場那些三四百的人 聽了 那你如果不順 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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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百的人 都想說 都對 但是說的很多都是外出的 不懂的事情 說什麼 台語也沒有書寫 過去的文學也沒有辦法用台語來書寫 這都不懂的 這如果國民有最過這個 我們初期版的客 就知道了 我正經也介紹 其實很多 我們過去台灣 常在報索 甚至台灣 比中共五十的運動 以前 就用八月文 用台語的路牙 來書寫 來辦報索 來出辦 結果呢 他跟你說這些話 所以那時候我就 他抗議 後來呢 他就 當然他也 幫我抹就對了 他就幫我抹 用北京的幫我撤斷 我想說 你如果用台語 我還勉強 前面 用北京的 那是勁加 募弱的募弱 你如果說用台語 我就相信說 那是台灣人 只能 付上意見不一樣 但是你用北京的就是什麼 意思是說 你北京的比較厲害 比較高級 比較困難一段 意思是說 你中國人不願 我台灣人 所以後來我去抗 那些抗 第一次我抗的時候 我贏 他要 愛給 就是我購工人 武力 愛他輸 發音 要發一萬元 當然他那邊 又去上手 檢查官體員上手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台灣這個發音 那不是台灣人 那是中國人 所以第二次 我們北京 第二次也要打我贏 打他 工人武力 不然他有罪,但是不用罪 不用罪的理由是他就對台灣文化很貢獻 他年紀很老了 另外是我,政府有先把他挑釁 先把他抗拒,所以他才會把他抗就對了 說這樣,所以有罪,講人物有罪是有 沒有罪,但是替他提供一下,所以不用罪 各位,看這個罪名也很貪 當然這個罪名的部分,那不是我可以處理 未來,由這個法務的部分的人 要去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你看看這個有罪還是不罪 有罪,但是免法 教育這些罪名來看 現在媽政府這情節 很多台灣人,你看,有的吃不飽 有的就要死,不然就自殺 沒辦法,沒辦法 我們可以說,我們就吃不飽 就沒收入,所以沒人來襲襲 好嗎? 你法官也要給我當情 我就用罪名,所以襲襲也可以 不用罪 有罪,但是不用罪 還不可以這樣 這是兩罪 你有罪,你應該就是要有 鄉頂性的處罪,不然你罪一罪也算罪 他有那個都不用罪的 那些反應就是,在說什麼 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中國人罪,台灣人沒關係 今天你們如果是台灣人罪,就是中國人 你就在死了 這很臭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幾個禮其實要說的是 台灣真是鼻子 這身為所有的文學台書 七八十歲 只要說他對台灣的歷史 對台灣文化也很了解 但是他的理解是很偏斷的 是站在中國的角度 來了解台灣而已 不是站在台灣的角度 來了解台灣 所以七八十歲的文學台書 竟然對台灣的了解 也是這樣而已 這是什麼問題? 教育出問題了 我們台灣的教育出問題了 甚至各位如果有機會 你要問年輕人 像我現在在生態到年輕人 經常都問年輕人 問到什麼什麼歷史事件 什麼事情 大多數都不行了 真的是都不行了 這是真是,真的是長輪去了 這是用這個來記一個例子 所以這個 這是我們教育 台灣的這個教育改革未來 真重要 教育台灣化 我們真重要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方向 這個外南 我們的隔廟出名 外南 有一個歷史學家 過去有一個 很重要的歷史學家 丹長金 他在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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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南通宿 外南通宿 這本書 在大月頭 序言 在大月頭 序言 他就有說到 他就說到 過去 中國人在通宿 外南人 的時候 不管大人 小孩 什麼人去讀書 都只有 給中國 歷史而已 沒有要給本國書 對 歷史 歷史 尚刻 也要向西部 中國後 對本國的事情 沒有拿回去 將 本國立宿 當作 很 沒辦法 沒有用 這 正在 台灣 爲 但是現在外國人不一樣,我們已經要得到中國的市民 但是我們現在要在中國民國的某種程度,尤其是中國民國的市民之下 所以這個未來,我們要如何來恢復 當然,一方面是我們也要堅持意志 要有意識,要把我們自己的議員、歷史、文化吹回來 家庭就本土化一個教養 人家外國人,人家想說,他們這個外國人可能很落後 雖然說他經濟上,經濟沒有這個建設,可能比台灣更落後 但是人家在經濟意外的部分,不一定輸我們台灣 不一定輸我們台灣 像這個,這是1915年外國人的東西 那時候呢,要再打,要再對抗外來的這個統帝 要再打右極戰的時候呢 人家就忍望跟自己的募義求回來 所以那時候呢,他們利用這個 你看,像這個右極隊呢 在這個封膏妖娃的清炒的旁 人家也是在那裡學自己的募義 要怎麼打,要怎麼寫 他過去是這個法國統帝 在法國統帝的時候,他也是要學法國的 要學法文的 但是呢,1915年他要,他們選佈有獨立 當然是開始,沒有國家成人 但是既然他們就是要開始做 那當時呢,人家也開始 要把自己的募義呢 把自己的理念、文化和求進來 人家想這個決心,我們台灣有嗎 這是一大一個,可以讓我們做參考 好,接著來呢 我們就來說,我們台灣 未來呢,這個教育的改革 是要怎麼來做呢 我們台生先說一下 基本的教育的一個理念和目標 當然,我們未來的教育是全民敵 全民,無分性別、董牌、祖軍、改革、禮靈 這個宗教,跟這個政客 才是都市 以及他們的新生發展的差異 所有的國民的教育官 都要受到平靜的對待和保障 當然,教育裡面最重要就是 希望有一個人,可以根據他不一樣的特色 根據不一樣的能力來受教育 來發展 我們這個有幾個目標 第一點呢,當然 我們剛才說過了 我們未來的教育目標 第一點就是 培養人道台灣,他身為台灣人為公營的一個新的國民 這是我們過去,這六七十年來最欠的 這是我們未來的,很重要的 要把它繞回來 再來,培養國民的這個文化 人文的精神和作用 可以團成和發揚台灣的本土的文化 當然,我們台灣本土的文化 不只是台語,包括客語 包括原住民的族語 這也都是我們台灣的一個本土的文化 再來就是培養國民獨立思考 民主作用和法治觀念的這個現代的公民 還有培養的尊重文化差異 跟這個貧相文化的材料性的這個善用國民 尤其是這個文化的材料性 這部分主要是說 我們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新移民 這二十年來呢 譬如說我們有很多由外南 由福利賓、印尼、泰國、東南 再嫁來我們台灣的新移民 這些東西也是豐富到我們台灣的文化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所以這部分我們未來也是要來處理 再來培養國民專給的使用 以及關心專給法議題的一個世界的公民 就是說我們除了台灣的事情要處理一下 我們專給的議題也都要關心 再來提升國民的組織 和精進到國家的競爭力 再來注重受到這些個別差異 再來計劃它的占領 再來競爭學生的體育和人家的發展 以上這是我們的交友的目標 當然這是比較抽象 比較抽象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 比較具體的幾位 比較具體的部分 這是比較具體的部分 就是說實際上我們要怎麼做 剛才那是一個目標 目標要達成的時候 我們要透過什麼樣的政策 什麼樣的做法 我們現在來看 大概十幾點 第一點 就是這個 我們要強化到台灣疑問 歷史地理和文化的國民教育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要培養人動台灣 他生於台灣人的公用 這個現代國民 你當然要對它本身 要重視 要了解 這部分 台灣目前是非常欠 各位 我們要記住 今一段 每天這麼多 香港十幾萬的 尤其是少年人 騎出來 跟中國的洗腦 告訴他們 NO 說沒有 因為中國 現在要求 這個香港 他們的教育 要增加一個 所有的 什麼 國民教育 其實就是要 管輸說 中國多好 多偉大 正是要把他們洗腦 就對了 只要增加這門口 你看 十萬多的香港人 尤其是少年人 騎出來 這如果在台灣 有載到十萬的 少年人騎出來 沒有 一百塊就沒有 真的一百塊就沒有 我幾年 幾年差不多六月那時候 我有帶三十幾個社團 那中華民國 到保護那間抗議 抗議什麼呢 抗議他 抗議他 把我們的母語 到館 北施掉了 我們現在 目前 一個禮拜 只有一個母語 村的都是什麼 北京的外科 這是很不公平的 我們抗議 他們中華民國 到保護官員 說 這個母語的店主 說就好了 你後來要增加 思想 加強的 學生 負擔 說好像 出國全國 好像有一支牌 其實就是什麼 好像是 好像不是 用一些歪例而已 結果他 他沒有幾天 還沒辦法 他須選保 他說 現在高中 要必選修 一問 叫做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四個學分 要分四學期來上 你看 你看 如果他們沒有 比較多的都提示 如果我們台灣人沒有 他都沒有 他高中 四個學分 現在他很兇 就是要分成四個學期 你讓他招攤兩檔 我們學生要招攤兩檔 如果我們沒有要求沒有教官 他會說 那些情侶有最多的負擔 相定標準 我們抗議 三十幾個社團 平均二歲 差不多五十歲 有年輕人嗎 有啦 幾個年輕人 但是 可能沒有超過幾十歲 你看 我們香港十萬 幾個年輕人騎出來 我們台灣 所以標示什麼 經過這六七十年來 中國國民黨的選擇 是大成功的 九十九%的台灣人 都要洗到鐵底下 只有我們在做這些人 沒有洗去 還有十幾做這些 我們的動心 就是我們台灣的未來 要靠大家 看未來 要怎麼來做 所以我們未來 就要加強 台灣議論 歷史、地理、文化 這部分 像這部分 我們剛才說 台灣議論 台議、客議、原住民 都有輸出的歷史 例如說 像這 過期 斯拉雅的文献 這個馬台福音 斯拉雅的威和 荷蘭威 他們就有了 斯拉雅的這也有 當然 原住民國族也都有了 因為今天時間 有限 就沒有大家介紹 像這 台灣福生教會部 台灣第一份 台議的報酬 一百百五年所出版的 這是鐵親各位說 以前就都有 再來像說 客議的 客議的也有 客議的聖經 它現在新的版本 它有這個 漢日版和浪漢日版對焦 這今年又剛 定心便白 又出版而已 所以台灣議論的事實上 基本上是都沒有問題 像這個 我們剛才說到 就是說 這個 這是我們去年 這個台灣文學館 為我 在編 出版的一套 台議廳的文學選集 這就是 為 我們剛才看的 這個台灣福生教會部 以及 吉他很早 差不多百多人情 一些台議的出版品 要把它撞出來 跟文學生 比較有關的 一個選集 這是去年代 所出版的 這總統 有一個 一套五分 這都是選集 還不是專集 是選集 一套五分 有分成 散文 西瓜 修飾 結本 環藥的文學 跟文化論述跟欺望 像這個 以前報的當前 很多 很多資料 科學 因為我們都沒有教育 所以都不知道 所以像這個 修飾的部分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現在就是說 我們台灣議論的部分 我們要學什麼議員 要先學哪一種 要學台議 還是客議 還是我們住民的俗議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現在說 我們未來的 我們未來的議員 教育的部分 我們分兩種 一個是台灣議員 台灣議員 當然就是我們住民 我們原住民 各種的語言 再來是客家 還有台議這三大類 我們分成主修副修 譬如說你若是客人 你能學法 他客人 優先 之後 你客人 之後 你再根據 你十分 譬如說你十分 如果是原住民 比較多 你就先學原住民 如果是 說台議的人 就學台議 那樣 你如果是 譬如說我們 在原住民的 補路裡面 你就會保自己的位 優先 再來才會學十分的議員 所以我們台灣議員 會主修跟副修一項 修好的時候 你主修 還副修一項 再來 國際議員的部分 這個 我們的必修英文 再來副修另外一種 副修呢 當然就是議 或是法議 或是說其他 譬如說外國議 都可以 你也是自己要選 所以合法起來 定義我們 本土議員 有兩項 國際議員 也有兩項 都總是四項 外的人 會說 這 一群人 要學四種議員 會很困難 不會 基本上是不會 外的人 覺得很困難 都是 用議政 在學英語 那學英語 怕到 一種議員 都很難學 其實 不會 在什麼情形之下 你學四種 學五種議員 不會有困難 你如果有 得議員的環境 就沒有問題了 譬如說 像這個 馬來西亞 我去馬來西亞 做一些法人 的調查 馬來西亞的法人 平均 一個人 都可以五六種議員 所以五六種 他的國議 就是馬來委 一定會票 再來 英議 他也會票 再來 他們 福建委 也會票 工黨委 也會票 客議 也會票 北京委 也會票 平均都差不多五六種議員 還有 印度委 也會票 所以 有人說 他們是很厲害 怎麼這麼厲害 其實也不是特別聰明 他們的環境 就是 德國的環境 你德國的環境 讓他們 自然 可以交流 來使用 我們過去 因為 國民黨都 金字 都只用 獨純法義 所以都沒有要 讓你有機會 譬如說我小時候 讀大學以前 完全沒有機會 聽到客氣 為什麼沒有機會 聽到客氣 那當時 哪有客家電視台 沒有啊 那當時 沒有客家電視台 你如果想要聽到客氣 你都沒有機會 所以 我一直讀大學 以前 原來台灣還有客人 真的 原來是這樣的 我的教育就是這樣 跟台北 原來台灣還有客人 原來我本來想說客人 也不知道 是特大學的時候 有同學 有同學 是客人 才知道原來有客人 沒有以前都不知道 教育就是這樣 沒有幫我們教 其實你有環境的時候 就沒有困難 當然有的人說 這是政府教育 因為你就要提供 要叫大家 所以你說 學那麼多議員 沒有問題 是不是青菜公公 不好意思 這不是青菜公公 是有學理的軍庫 這是有學理的軍庫 我現在要簡單說一下 是什麼樣的學理的軍庫 我們再來說 這是議員實特 語言習得 基本的概念 議員實特 他的官頭 也跟張斯基 他拿出專案生理團的 固法有關 張斯基是美國 一個很有名的議員學家 他在195060年代 拿出他的專案生理團 的固法出來之後 電學到 我們過去 我們所想的 議員學習的規定 我們過去想說 什麼議員學習 各位我們再想看看 你的無意 你是怎麼學起來 你會記得你的無意 怎麼學起來 沒有 如果你的無意 絕對你忘記了 對 那是我們這樣想 但是 你認真 想看 無意是怎麼學起來 其實我們都忘記了 要很自然就在那裡了 你記起來是 英議 或是一議 一些第二議的議員 或是多議 你去學的時候 你已經 比較大了 去學 你比較有印象 當初是 他還在那裡 八、二、八、三、四 但是如果無意都忘記了 當然我們去觀察 譬如說 有看的小孩子 在學 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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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無意學習過程 我們都會說 就模仿說 你看到人說 你就對說 無風水 通常我們過去的 議員學習 的觀念 都是這樣 你就聽人說 聽別人說 但是你 可以說出來的 學校 一生當中 你所講過的 學校都是聽你父母說的 沒有啊 我們有很多人 你們父母沒有幫你加過 為什麼你自己可以說出來 對 有環境 為什麼有環境 讓你做什麼 可以說那些 的議題 出來 所以這就是跟 總是講的專案生理團 故法 有關 我們現在來看看 什麼專案生理團 故法 我們用簡單幾分鐘 先說一下 不如說 議員是對的科 那是幾學家的科 我們只用幾分鐘 跟我們重點說一下 表示在學理上 要說 一個人 可以說 這位議員 沒有什麼困難 他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專案生理團 故法概念 譬如這幾個月 來各位要看這幾個是什麼 有人學過 學校台語的 打到下的 就請給他唱一下 我們想做一個調查 我們在座的動心 來幾位請給他唱一下 我們在座現場 百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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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五六個 學校 可以打到下而已 沒關係 這不是各位做過 這是我來通知做成的 來 還有人要跟我們討論一下 這幾個是誰 要試討論一下 他說阿明 阿明在廚房 阿明在廚房 每個人的想法 說這幾個月 一定要聽人說過 我這人說 這樣啊 這樣 你這人 如果說 一百萬句 你一百萬句 都要聽人說過 才會適合 不一定 我們說過 不一定 每句都聽人說過 我們自己的法度 再生意討論一下 那是怎樣 因為 張斯基拿出來 他把這幾個月 我們看起來 是很沒什麼規律 但是你把它分解出來 其實它是有規則 什麼規則 我們簡單說 我們頭部 其實都有這些規則 這是 他的一些規則 這個義股 如何形成 像這個呢 譬如說這幾個阿明在廚房 阿明你如果把它換掉 換作阿輝 換作阿主 換作阿中 你把換五個人名 就變多少句話出來 變五句 你如果換五個人名 就變五句話了 再來你這個廚房 廚房你如果把它換掉 譬如說在教室 在房間 在運動中 在大廚房 你如果換五個地點的時候 請問 你這樣 排列組合 排列組合起來 你可以換作幾句話 五五二十五 換二十五句 對吧 雖然我們換 總共合起十個義肅 但是這十個義肅 你把實體換 排來排去 可以變幾句話出來 變二十五句 再來 再來 我們如果是把這個 譬如說吃東西 吃 再換一下 換喝 換淚 換淑 換淑 換口 我們如果換不同的義肅 請問 總共換十五個義肅 你可以先拖出幾句話出來 五成五 還有五 對吧 對吧 一百二十五 所以你要看 你換十五個義肅 你只可以 換十五個義肅 變十五個義肅 你還要換 你還要換 你如果既然 既然 既然既然 換成黑鍋 換成肉質 換成圓 換成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多少 五成五成五成五 還有成五 總共六百二十五 你現在換二十個義肅 把收體換 搭來搭去 搭去 擺在組合的時候 你就有可能 最高的 六百二十五個義肅 但是我們換的義肅 只能換五個義肅 不然 那可能是恩 所以是恩 恩處方 一定是無限的 對吧 你有恩四方 你如果是 阿非阿明 人名 你如果可以換一千塊 就一千塊 你走得比較低點 你如果換一千塊 一千塊 又一千 一千 出風 所以呢 變無限大 所以我們人 不是過去 我們說 我們記一句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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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電話 一定會分類 譬如這 一句 一句 臭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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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挑出來,不是這樣 它是怎樣?就是這個公式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其實就差不多這幾個公式 你把它放進去而已 像這個PP,PP是這個 勘告書中介系詞詞主 PP就是P介系詞跟 NP跟民詞詞主 到這回 當然這聽話就聽話,聽話也沒關係 只是頭部裡面有這個公式在那裡 你要贏的時候,你把它聽下去 把這些技術把它聽下去 就出來了,是這樣啦 所以這個中式的專案生意團 一出來之後,他們去很大的風洞 所以後來才有這個人工地匯的三星 我們現在沒有人工地匯,對不對? 譬如說什麼iPhone,什麼匯 裡面有,你說台語還是北洋 他也會把你印尾 那他的原理是怎樣? 還是說主動翻譯,你如果說台語 他跟他翻譯北洋,翻譯英語 那他的原理是怎樣? 上官頭上官頭的原理都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把台語的公式 研究出來 再來把英語的公式也研究出來 那你的對應的關係你就走出來 當然這些公式,我們這是比較乾淨 我們用這四個來標示 其實不只在這裡啦 這是一個代表性 當然這些公式要研究到全部研究出來 這就是看公力 所以有的人,譬如說正一陣子 在補這個iPhone 說愛的公式呢 就條件用台語來試,用法語來試 有的公式很準,有的公式 有的公式很準,有的公式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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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公式很準 就是你的人研究了要有的公式 那些公式,你要無法百分之百 研究出來,原因不是這樣 縱使的外觀頭,人工貼乎的外觀頭 就是由這裡來的 這個由這裡延伸出來 就是說 中式推翻到過期議員學習的觀念 這有什麼重點,有什麼重要 很重要 這就是說 中式也拿出來說 他說 我們天生土議員的公式在前面 這個公式本來就是 你天生土有的啦 那不用再另外二的啦 你本來天生土有那個公式 這個公式呢 你如果出事的時候 你如果給他有 某一個議員的環境 他那個議員的環境 他的公式就會保留下來 像說 你如果出事給他 台義的環境 他台義的公式都會流來 後來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 他可以說台義 就是這樣 你如果放在客義的環境 他客義的公式都流來 那出事用不到他就等到 沒有用到的公式就會等到 所以你一出事 你如果是給他台義有客義 有英義有一個議 這四種議員的環境 這四種議員的公式都會流來 這就不一樣 我們過去是說 我們的頭空都空空 都空空空空 你學議員 還可以像錄音機 聽著一句話就錄起來 但是他現在說 都要倒閉喔 倒閉是很大的差別喔 他現在是說我們頭部本來就有了 你給他環境他就流了 你如果沒有給他環境他就等掉 所以沒的結果是一樣的 你如果給他台客的環境他就台客都會 因為他台客的工學就流下來 所以因為他是流下來 他不是另外一個他學的 所以會有負擔沒有 是沒有負擔的 各位你現在剛才有孩子可以試試看 你投給他有倒閉的環境 絕對倒閉的環境他很自然就在那裡 他如果是自然就在那裡 他絕對不記得當初是怎麼學起來 譬如說台義是我的負擔 我現在回想我當初是怎麼學台義 想不出來啦 不記得啦 剛才我北部跟他講我總統是怎樣 所以你如果想不出來那就是你的負擔 你如果想不出來譬如說 我邀哥的記者當時 國中一年的時間開始學英語 其實要背彈他 背得很辛苦 那就是因為那不是你的負擔 不是你的負擔你就會學得很辛苦 所以你如果是一出事就給他 當時你如果給他相義的環境 相義都變他的負擔 你給他台義 給他客氣 那兩種人就定義是他的負擔 如果是負擔就很自然就在那裡了 那這個你彈掉的功勢 他還說如果彈掉的功勢 你要求回來呢 就會比較困難 就會造成負擔 這就是什麼 就是說你小時候不給他 譬如說你小時候不給他台義的環境 只給他北京的環境 彈到比較大 譬如說彈到要選總統 或是說要選議的時候 比較開始要來學台義的時候 他就怎麼樣 因為他台義的功勢已經彈掉了 如果彈掉越久 你就彈不回來 要彈回來就什麼 就比較負擔 這就像說 我們把一個東西 你彈在本社堂 你如果正彈彈 要彈他 但是你彈兩天三天 你就要彈彈了 你可能要去本社堂 如果彈一個月兩個月 可能你要去文化堂找看看 不知道放消去不會 你如果放越久 那負擔會越大 如果用我們台中一般的講法 就是你如果越早學習議員 越好 越早 尤其是一齣時 你到的議員 到議的環境 基本上 他不會有什麼負擔 所以我們剛才說 馬來西亞人 那個法人 為什麼他可以講過 這種議員 因為一齣時 他可能他當二 他的出品隔壁 就不一樣 我們議員的人 他就都有那個環境 所以主連 就很主連地下 他不是條工 還特別去學 我們會有負擔 都是特別去學 譬如說 現在要叫各位 再去學 外南威 你們就學到 要求 因為各位已經有年紀了 外南威 他們在公司 等掉了 你現在還要去學外南威 會比較困難 但是你如果從小 剛出時 就開始學外南威 會困難 不會 原因是這樣 再來 他也說 你如果一齣時 有把這個議員的公司 保留下來 就算後來有中段期 中段期 還要求回來 會比較簡單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的議員 你現在讓他有 到議員的環境 讓他有台議 有客議 有原住民的位 有英議 有一個議 都給他 有這個環境 有一天 譬如說 六歲 七歲 在特典化民國 國學院的時候 國學院都跟 北女威 都跟中國威 我所謂 台議也忘記了 客議也忘記了 要怎麼辦 沒關係 這兩天 等到他 十幾歲 等到大漢 他如果有角色 有角色 想要求回來 跟台議 客議又學回來 會比較簡單 但是你如果一齣 是沒有給他 台議客議的環境 都只有北京的環境 你還要叫他 給台議客議 會很困難 而且就算他 惡起來 通常都會有 客戶 各位你看 馬英九 有客戶嗎 有啦 宋初如 給台議有客戶嗎 有啦 一定都有客戶的 因為他們都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 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人家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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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他也是台灣人 騙台灣人的選票 只要說幾個台議 說幾個客戶而已 結果台灣人都說 那個騙去 所以這就是 你如果一齣 都沒有給他環境 他要學會比較困難 尤其越多會要學會越困難 你如果讓他環境中斷去 還要學會比較簡單 所以這就是什麼 我們一齣 尤其各位 現在剛好 紅蟻 腰小蟻 要不去撞車 一定要 把牡戶 台議客戶也好 你自己的牡戶 要先牡戶 你既然不牡戶 後來就慘了 他還要犯頭來學會很困難 你製造商務 他在出學 特小學以前 如果有台議的環境 有客業的環境 後來要求回來 製造更會比較簡單 是看 這是這個 為議員實力 來講的 這個 站對我們現在的 讀議員的學識 再來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人的頭坑 是分布在欠議員 我們剛才也說 並不是說 像大論法 像大論法 它是 東西敗得很精靜 有分枯在欠 不是穿本色堆 全部東西都淡淡做的 不是 這個 我們用這個來做例 這是我當前 報很報 說一個盧凱族的青年 他住在台東 台東 那裡有盧凱的 也有台議 也有客議 台東 算什麼 德議員的地方 他平時都說盧凱族的 但是有一天 從樓梯上 就拔下來 在鄉族的時候 拔下來 他拔到頭 拔到頭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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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盧凱族的 算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又說什麼 改說台議 這補很薄的 這不是我不錯的 這在學理上有可能嗎 有可能 他那就是什麼 那個跟我們用電腦 各位在座 哪有用電腦就知道 有時候你的電腦 如果沒有比分起來 有時候會拔下去 他有時候拔下去 他有時候拔什麼 他的硬碟 他會說 你要拔一下東岸的資料 結果那個資料那裡 他會說 持股的壞了 有時候我就發現過 放在白鴨裡 都要拔到 但是某一個地方 就拔不到 那個地方 會拔下去 所以你如果 有東岸 剛才拔到那裡 拔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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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都拔到那裡 這就是 他可能剛好去拔到頭 剛好拔到 欠盧凱族的那裡 台議的好家在 那裡還有樓 所以這也是什麼 購得議員 可以購得議員的好處 萬一你如果有一天 去拔到頭 你摸一個議員 沒有議員 你還有另外一個優美的議員 跟我們塞車一樣 你有優美鏈 你這也有優美的議員 這是舒適的 這不是只順公囚 這是真的 在學理上 真的就是 我們人本來 不一樣的 這個 区域 欠不一樣的議員 所以 為上面 這個 這些 我們要花這個時間 來講這些議員 就是說 我們要推行未來 本土議員要學兩種 外國議也要學兩種 沒問題 在學理上 絕對沒問題 是 你個人 願意 不願意 我們過去都向 中國人跟我們 灌輸說 一個國家可以有 一種議員 我說那沒問題 沒問題 那是他要把我們 頭 洗腦 你看人家香港就好了 人家香港也是要 堅持 講講講話 你看去年 他也是幾乎萬人 開來抗議 中央要打 他們 講講講話 中國 中央政府 叫他們說 不可以講講講話 他其實說 講講話 這是地方方言 這是沒有水準的 沒有文明的 他也萬多人開來抗議 結果我們台灣人 有沒有 台灣人過去 由國民黨走到這樣 有幾個人去抗議 說我們的武器 受到壓迫 都沒有幾個人 所以 未來我們要用 投議員的教育 這個人在西方 很多都很普遍 我有朋友 由這個 New Zealand來 New Zealand就是 跟Australia 都一樣 有那個 QE 專門生什麼 做QE 在賣QE 來台灣 他那個 New Zealand來 北人 他本身北人 那個朋友 他跟我說 他們以前隔壁的時候 要必須什麼 必須毛利語 New Zealand那裡有原住民 原住民 原住民 少數 沒有多少人 但是他們要學 你看人是怎樣 尊重 我們當地原住民 就好了 再來 你像哈威 哈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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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也有 當地原住民 但是他們當地原住民 沒有兩% 人也變少了 但是 哈威 哈威 一間 大學裡面 開 跟哈威 原住民 有關的議員 還有文化的課 都當 一學期差不多三百的學分 我去看 不是你那時候 他們的哈威 台學的網站 去查 議員 哈威 他的議員 原住他們的議員 差不多百五個 跟他們的文化管理 也差不多百五個學分 合起來差不多三百的學分 各位 我們現在全台灣 國台學和學合的 有關我們台灣本土的議員 好歷史好文化好 議員的學 一學期有三百的學分 沒有 如果有我投資給你們做 那麼多 真正是都沒有 你看人 人生平是怎樣進步 我們過去都批評說 這生平都市民主義 都殖民主義 但是人也在改生 人也在改進 人改進到這樣 結果 東方人都沒有 你看人是這樣 保護人的 在地原住民 多保護多尊重就好 所以 我們未來 本土的議員 就是要兩種 國際的議員 也是要兩種 這基本上 沒有困難 馬來西亞的發生 我們都五、六種 我們只有四種 沒有什麼困難 好 再來 除了議員的部分 再來我們的歷史和地理也一樣 這部分也要加強 要為議政 都是為中國做中心 這絕對要拿掉 中國是世界術 其中的一個 它不能變成本國術 那是世界術 跟埃及 古文明的國家 或是說馬亞 或是說世界各國一樣 中國是其中一部而已 我們未來的歷史和地理也要用 台灣做中心 慢慢來 台灣要認罪 再來 日本、美國和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 我們再來了解 中國的歷史地理 動作世界術 世界地理 其中一部分來處理 再來我們文化的科目 我們文化科目 也是要用本土的優先 尤其是原住民 原住民的優先 原住民的文化 我們要先了解 先來介紹 再來 包括台語族的 客家族的 再來 日本的文化 美國文化 中國文化 再來 我們現在有很多新移民 在外南 東南媽 接下來我們台灣的這些 新移民 他們的文化 我們也要介紹 再來再介紹 跟我們比較沒那麼直接的 要有分 要有這樣苦分 這是世界上 中國都是這樣 只有我們台灣 讓市民不正常 他們的全部都用 用中國做中心 這是我們未來 都要改改 再來 第二 我們要設立這個 台灣議文的這個 吹行的一個委員會 因為我們過去 六七十年來 我們台灣議文 跟五月一樣 都放在風高雅 久才自己去生我 未來呢 我們有一個台灣議文的 吹行的委員會 要好好來 生家 先給他 服官 要讓他可以 正常 來生長 這裏 我們還有比較具體 來看 第一點 就是我們要制定 議員的平定 跟法典法 這呢 目前在中華民國 來這裡 他不願做 這之前 在後面 做中華民國 總統的進來 本來他有要推薦 那時候是到國會 國議會 做 那時候他有 電影委員會 有要推 本來有要制定 議員平定法 但是未來呢 因為那裡的 環南的 這個北角 的抗議 未來怎麼怕 到現在都沒有了 各位你要看 我們只要邀請一個 議員平定而已 這個中國人 在台灣的這個中國人 你看看就很惡 和議員平定 就沒有要給你平定 沒關係 後來他怎麼對 我們後來就怎麼對 所以我們未來 議員平定法 我們一定要用 我們的客家 我們的原住民 我們的台語 都要平定 都要照顧起來 再來 第二點 目前 有這個原民台 還有客家的電視台 這是很好 就是說我們 原住民和客家 這部分要照顧 但是台語的部分 目前也沒有 都是只靠商業 自己發電 但是商業的這個 會有很大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 像你客家的電視台 你可以為一些東西 你堅持到 沒有這個商業的影響 你可以做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台語的 電動呢 純粹就只有 譬如說八點檔 就是那個 那幾個出 台語出 台語出 出的呢 台語的節目 非常久 越來越久 所以這部分呢 也有很多人 開始有感覺說 現階段 我們應該要先 台語的電視台 台語的電視台 國族的電視台 都應該要有 再來 再來 我們在這個國會跟議會呢 也要設立這個 東部的翻譯的 設備和人員 我們過去都 慣勢說 譬如說在立法院 都是只用北京的月而已 未來呢 我們應該要有東部翻譯 實在說 那設備也沒有經營 尤其在國會 在國際的議會 應該都要有東部翻譯的設備和人員 為什麼這樣 這方面是尊重 不一樣的議員 他避免的 就是不一樣的軸 他避免的 沒有他的管理 再來就是說 你有翻譯 譬如說 你有翻譯 有翻譯 有翻譯 這個原住民的月 你就要有這些人員 這些人員呢 他可以套過來做翻譯 可以有些收集 這樣人們也才會完譯 還會學這些議員 所以也無形中 能促進酒壓的機會 人家會想要繼續學 不然人會想說 例如說 鹿來的 沒有人跟我講 所以我們就應該要為政府帶頭做到 同步翻譯,再來這些人員也要配分 再來就是建立台灣議員屬下的標準法和現代法的一個相台的機構 包括我們住民、客家和台語都一樣 就是我們有一個專門機構 進行屬下的標準法和現代法的機構 再來就是建立台灣議員議員和教學領域的認證制度 譬如說像我們以前要去美國特色台科托福 要檢定你營業的程度是怎樣 未來也是一樣 我們每一個人,你要了解自己的台語也好、客語也好 他的程度是怎樣 我們要有一個檢定認證的制度 這認證的制度一方面是幫助學習的人 你要學的人,你到底有進步也沒有進步 一方面也可以作為未來 譬如說我們未來要要求所有的老師 軍公教這些人都要定心 要補這些課程,包括要有這些議員認證 這樣也有一個制度可以來感應他們的議員的能力 再來我們將來出版以台灣議員輸下的一些學科的教科書 我們現在將來教科書都用北京外社的 未來我們都是用自己的台灣議員來輸下 再來將來台灣議員歷史地理和文化的研究提供 再來將來台灣議員創作的文學 藝術瓜丘和電影作品 再來將來這個報索十字用台灣議員來輸下 當然我們有一個期間,一個過渡期 譬如用一個十年二十年 我們作為將來提供的改端 讓大家有一個專案 現在總是大家要有一個決心 也要有抗亡 就是說中文那是外國議員 我們要是要回合自己的議員 你像說韓國人 韓國人在1945年以前 他們是用什麼呢 是用一文的 那當然是日本統治之下 韓國人為什麼用一文的呢 但是人1945年獨立之後 他們就怎樣 他們回合適用自己的議員 用韓國話 甚至他們現在用那個韓國人文 那個燕文韓國字 在以前他們韓國人自己也看見的 也沒用的 也是都1945年以後 沒多久而已 這六十幾年前 他們這裡回合 定心來使用而已 但是人家現在對著韓國話 對著韓流 在世界上穿得抓不到 這就是韓國人的關心 我們台灣人過去 因為都受到外來統治的關係 對自己的文化 沒有自信 對自己的藝人也沒有自信 所以這個呢 未來都要加強 再來我們將來電視跟台中文貴 以台南議文來製作 製作這個節目和日報 再來我們進行這個 全國性的這個議員的普渡 到底我們現在多少人說台語 多少人說客氣 說原子文貴 要有一個普渡 要有定期的普渡 要有定期的普渡 我們在外國 都會定期的普渡 譬如說五十十年 就普渡一次 我們未來也要這樣做 再來呢 我們未來的 很無理的 那你如果改作肉麻煮 你用肉麻煮 你也可以學台語 也可以學客氣 也可以 玩自然 其實很方便 但是如果用普渡 就像用北京而已 所以我們未來的 普渡改調 用肉麻煮 蛤 那都可以處理 這都沒問題 嘿嘿嘿 不會啦 那沒問題 你說那是輸入法 其實輸入法 現在就有肉麻煮 輸入法 是我們都不知道而已 不會啦 那很快 那都很快 那都很快 那小二姐 兩點鐘 就很熟 那沒問題 要有這個骨心 我們要有這個骨心 那小二姐 沒問題 我生態 很多外國學生 她的外國學生 她在打喊 她都用什麼 都用肉麻煮 真的 那就是 我們讓中國人 索伯才久了 都想說 一定要補一補一補 別人輸入 沒問題 沒問題 那關係 我們就要慢慢改調 再來 我們這個未來 使用漢字的比例 也是要逐年下降 慢慢降低 慢慢下降 這個未來 這個 你如果不是要全門研究漢文的人 全門要研究漢文的人 我們也沒有自己反對 但是 那是專業的人 去研究就好了 但是你台下 你如果要讀漢文 或是說中文 你才去研究漢文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一般人 有需要 從小學學到大學 不需要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從小學和台學 都要學漢字 甚至跟台學 我們以前在台學的時候 還要學什麼 古文官子 還要學文言文 現在也一樣 現在生態 第一的 必修學學院的國文 就是中國文 他們說的國文 這是很無理的 從小學和台學 都要學那個 所以未來 如果要研究漢文的人 沒關係 你要研究 那是專業的人去研究 就像說 有的人要研究科枯 考古學 重要嗎 那也很重要 但是 剛好所有人都在做科枯 跟 不需要 要分工 穿外籃就是這樣 外籃他們現在漢字也都不在學 他們過去古早都在學 但是現在都不在學 現在就存在 你如果漢文 你對漢文有興趣的人 你才研究就好 這樣一般人 你就不需要用 韓國也一樣 現在韓國人 他漢字沒幾字 他們這樣用漢文 漢字也沒幾字 只有人名 地名 多少百元 村的都不在學 所以我們未來 漢文的比例 也是要講解 再來這個中文 告訴財文的 比例 也是要講解 我們現在 在中華民國的教 體制之下 文言文的比例都太高 現在差不多65% 太高 人家這麼說 中國 他們用幾% 他們的高中 教科書 文言文 差不多25%而已 真正的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中國 他們才用25%而已 結果中華民國 這幾百的中國 結果用65% 已經有出兩位 農北入獎 文學獎的人 中華民國出了什麼 只出蚵子 錢而已 當然也沒出 也沒什麼農北入獎的人 所以你說 六十五% 哪有 就好 你像那個什麼 宜光宗 八十幾歲 腳沒中 就說 政府要加強 文言文 宜光宗 哪有辦法拿到農北入獎 沒有啊 八十幾歲 我看也沒什麼機會 但是 每次 我們以前 如果在抗議文言文 他就站出來說 喔 要加強文言文 他這裡 他們這裡都很可憐 這是什麼 既得利益 文言文 用比較多 他們 所謂的國學大師 他們就比較有 比較有專家 所以這都是既得利益的問題 我們未來 文言文的同價 要學的人 我們也沒有反對 反對這個民主社會 但是 讓專業的人去學得 你就要做文言文研究 你就研究所 開研究就好 開研究就好 一般人有需要 用那麼多 不需要 所以我們大方就是這樣 再來呢 未來呢 這些中文學 都要大改做 我們現在的中文學 當然我們不敢說 中文學老師都壞的人 但是呢 可能有九成的 都是什麼 你做中文學的打手 你早派我們台灣文學的 很多都中文學的 包括我在新台 也不要讓他們早派過 這我明天要出色 要怎麼早派都給他寫寫出來 這中文學的 未來都要精頓 要轉型 他如果要用台灣做租貼型 要做中國 做中國 就怎麼 就穿外籃這樣 以前外籃 1979年 很後來的時候 他們跟中國 完結相打 戰爭 所以那時候 台北的中文都怎麼 都關起來 他們差不多二十年 台北的中文老師 沒有頭路 所以未來我們台灣 中文的這些人 他如果要用台灣做租貼型 我們就要比較多人來處理 這是這個 尖對中文學的部分 再來 未來 尖對現役的這些軍公教 也是都要進修 未來 要做軍公教的人 台灣藝文 台灣歷史文學 這都要更定性進修 更要去認證 定性認證 有通過 可以做 如果沒有 不好意思 不用做了 因為 我們如果是 現役的中文民國 這麼老來的軍公教 如果繼續在那裡做 沒差 沒差 我們成立民政婦 這跟阿扁一樣 阿扁做到中文民國總統 之後 結果會腳的人 都是什麼 也是骨頭腳的人 也是中文民國 也是中國人 沒有效 所以未來 你要做老師 你台灣歷史要知道 台灣歷史要知道 台灣藝文怎麼會效 如果沒有 回去吃自己 不就看他在中國 看中國要求他 沒有啦 對啊 所以 未來 我們都要 要有專型政議 不可以說 那個科學 尖到的 清淨一陣 教師姐說 有很多老師 出來在 在抗議 結果抗議我看 都是為了自己的官僱 都抗議自己的官僱 說 阿扁怎麼會 要結帳 我老師 他們工作很多 現在流量教室 那兩多 老師的過多 甚多 因為存到 存到不知道怎樣 竟然又 叫阿扁說 要結帳我老師 分賺他們的工作 甚至 你如果 找一半 早期的老師 抗議那 抗議那位 抗議那位老師 領比自己的老師 比較多錢 你們有人發現這個 很瘋 很瘋 我實在就很多 抗議那位 國考老師領 一個月六萬多 六萬多 人 現実的老師 圍後 七萬多 那位官員的年資 一個抗議那位 六七萬 結果你加的 領四萬多 你看這有公平 沒有公平 這就是 中華民國的企業 替票 所以未來 我們還不可能 讓他這樣做 不可能 這專形正義 一定會 未來的老師 你如果要繼續 做老師 抱歉 定心 你的牌要renew 定心來 你台灣的 立宿台灣地 你台灣的 你都要定心來 靠 靠不過 抱歉 回去自己 未來就是要這樣 再來 包括公務人員 也一樣 這部分 我們未來 都要來處理 再來 第三項 精頓 台北的 相關閉塑 這部分 台灣藝文學 或是 客家學院 頂頂 當然 為好 角度來看 這也是算 阿扁 裡面 當然 他有好有壞 做得 算有更好的 他有 很多台灣 本土的科學 來成立 不過 科學 阿扁 可以生小孩 不可以孤小孩 生小孩 台灣文學 或台灣藝文學 結果 都要好看 好看 中文學 一般藝術都要 中文學 百財 保管我們生態 現在也是這樣 很多 現在來不 都很清楚 到一間學校 什麼狀況 我都了解 這台文學 都 人家說 開這間廟 因為 他想說 要設立了就好了 要設立了 什麼老師來教 要教什麼東西 什麼課程 你都沒有關節 沒有 他現在就 吃一個名字 校園自主 細所自主 這是我的自由 結果 他都什麼 都 中文學 整棚的 咖啡 如果他咖啡 都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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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的那棚 那排的東西 所以那是什麼 只吃一個名字 表面上台灣文學 結果都是什麼 中國文學 現代文學祖 我記得上面 那個 丹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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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政治台學 台灣文學所的鎖定 丹峰明 丹峰明 去年我看他 黃村明後 記者 每天也要去訪問 丹峰明 包括丹峰明 自己也寫我 我憑我文中 你命我 丹峰明 他就說 台語討文學 台語就沒有文學了 台灣文一定要用武器 一定要用鎖定 鎖定 鎖定 丹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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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代銀香港 Alt甲英 今次 都能這盈百獎 所以你看 政台 台灣文學 他們是這個研究所 最奉勁的是其他 他以前 丹峰明 湰定 他괜 Behub 以豰燈 缪 macht 但 在 丹峰明 様 因此 看有陷也没陷,当初是一定命于广众,因为于广众早前在拍摸台湾人 说你们这什么台湾文学,台湾没有文学啦,说你们这些工农兵文学,都是共产党的啦 说台湾人没有文学,你们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啦,他发表一些文章,说什么人来了,顶顶,在那命台湾人 他没有,他好人台湾文学存在的人,结果他说,现在竟然也接受丹鸿明两个人来演义了,给他台湾文学的英语复书啦,你看这有很多 这就是中国人,他已经不是只有政典而已,和文化和文学,人民的领域也已经,黑手已经冲去掉了,已经冲去掉了,他要拿几岁管啦 包括去年,但这个文春明,这些人,不仅是英语复书,还有几岁人的英语复书 都拿中华民国的钱,去四个英语复书,去四个棒桌啦,拿中华民国公园,在那边的台湾人 人已经做到那边了,所以你看这台湾文学所,这都要整顿,未来呢 你看,这个时间很约,我们只记一个例,再记政台做例就好了 你看,他们的学书班的一科,他们要科什么科目,科国文,中国画,不是台语喔 国文,英文,台湾文学所,文学,理论和配评,还有一个科,叫做中国文学所 他说,你要科台湾文学所,说就要科中国文学所啦,如果要科一文所也要科,也要科中国文学所 这到底,没理呢,但是他就是要科中国文学所,再来喔,你看,他们的比较的疑问要求 你要比较尽情,他们要要要求两个议员,要通过认情 这些是英议,你说英议好了,国际议员嘛,英议OK 再来,要第2个外议,就是英议之外,要再一个,譬如说有得议,法议,还是什么议员 但是,你如果用台语可以吗?不好意思,台语那不用 啊,科技可以吗?那也不用,本土议员都不用要求啦 啊,这说是台湾文学所啦,完全是假白的啦 啊,你看看没有,啊,啊,他们的课程,有人和直接跟台语,或是客戏,或是原住民有关系吗? 不好意思,也都没有,你们去旁边跟他查,正台,台湾文学所,你看有没有 完全都没有啦,这是什么,啊,他们在破的都是什么 都别生用啦,义工中啦,那些,那些,走路来台湾,那些中国人的文学所啦 都在破那些人啦,啊,这太是台湾文学所 哦,这个钓鸣头到你家的,没赢嘛,没赢嘛,没赢嘛,这很严重啊 啊,这很严重啊,现在全台湾、八成以上的台湾文学所 都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些未来都要整顿,啊 再来,我们要选择海外的台湾文中心 现在中国,他们有什么,他们有什么空主行為啦 啊,包括我们海国,也有韩国的海外中心,日本也有 我們臺灣未來 應該有一個臺灣議論中心 Taiwanese Center 就是點海外 推薦臺灣的議員和文化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單位 這是我們未來要做 過期包括民進黨這個 譬如說像郵息勳 他們在做行政議長的時候 我記得他們也說過 希望未來 給臺灣做世界法議論中心 想要學法議的都來臺灣 各位 這有可能啊 不可能 比較難 這跟我們民旺一樣 這怎麼不算說 我們一百萬元要給國民的臺灣的動心 去外國學英語 請問你們有人要印度學英語嗎 有人要富裕賓學英語嗎 還是你們想要去美國學英語 一樣的道理 外國人 如果要學法議人的那裡 去北京啦 不然就去上海啦 有幾個來臺灣 很少的啦 都會給他很高很高的總學金啦 這屬於是 我們在台北京 我們在台北京 我們這幾年都要找外國學生 已經滾下街 我們甚至還要提供總學金 給他 給東南愛的學生 來臺灣讀書 結果人們都沒來 人們要去中國 因為中國還給他更多的總學金 而且人家說 我如果要學法議而已 我中國比較正統 比較正統 你來台灣學法議要做什麼 電動呢 如果是要學台語的 人來台灣 我有一個法國來的學生 我當中 他來台灣 來生台 他指定要來生台 台文學 來我這裡 來讀書 來這裡 因為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台語的研究 所以他就找我 做基督老師 來這裡研究 他來之後 好厲害喔 一開始不能用台語 但是來三國之後 上課報告都用台語 其實叫阿佑 現在不簡單 現在他在法國 回到他還在法國 繼續投資 他在那裡 也有留學 在法國留學的台灣人 在那裡合作 在開台語班 在教法國人教台語 你看 人來台灣 就是要用台語 不然就是用客語 不然就是原住民 就是台灣特色的 人才要來 如果要用法語 要聽做世界的法語中心 不可能 所以我們未來 台灣就是要聽做台語 客義跟原住民的議員 議員跟文化的中心 法語 我們不可能 中國十幾億的人 在使用法語 我們要跟他唱那個中心 不可能 再來 第二個問題 我們這個 國民教育的改作 這個我們剛才也 稍後拿去 未來的這個 都要改作 再來我們推動 這個 十二年的國民教育 跟台客免費的教育 就是你若是 有制度投資 你就繼續投資 當然 我們這個投資 不一定是一般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台客 還是說一般的這個 生客 體制下的這種的教育 包括這個 技術的教育 這也很重要 這個我們未來 當然要做特別 就是你若對這個 技術戰民的 比較有趣 你就去投 技術戰民的這個學校 你若是對一般的這個 比較理論的這個 教育 比較有清楚 我們就分開 再來這個 這個 誘義的學生的義務教育 這部分 我們也是未來要做 因為現在很多人 生一個小孩 都要花很多錢 生活費 教育費 我們未來的這個 誘義的 學前的這個教育 我們也應該要 推動這個義務的教育 再來 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 我們現在台客 因為兩過頭多 這就是 中華民國 他在這個關節上頭 做不好學 每間都叫台客 就沒辦法叫台客 你像在美國人 叫做community college 社會台客 你照顧 你本來要分類 結果你每個人都叫台客 不怪你台客先一大堆 未來這裡應該要做 定心的一些條件 再來 第九點 不是我們未來 推動這個 國際的學術交流 目前 尤其是 馬英九 起來之後 我們在行台 不是也接到公文 接到公文 說我們要多多 跟他們所說的大力 就是中國交流 如果跟中國交流 有好康的 有補助 有三個 現在中國 馬英九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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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正在做台灣跟中國的交流 包括你說 讓學生來台灣投資 這是很大的問題 包括最近在討論 中國學生 是要讓他們入獄 補還是補 結果 現在馬英九 說 讓他們可以交流 補 又一樣 補助 這很要求 各位 我以前去美國投資 我在那補六項 補險是怎樣 自己出錢 學費是美國人的三倍 我在那補 學費是美國人的三倍 剛才說 你有請到中學金 你可以學費減免 或是說 南部一般 你的學費是人的三倍 不一樣 還有不一樣的介紹 所以我們是要開自己的 不一樣也要自己買 結果這些中國學生來 很多又免費 還有中學金 會偷偷給他們 用不一樣的命 他變成給他們 來這裡賺免費 結果我們台灣學生是怎樣 不好意思 你要打工 打工賺錢 來付自己的學費 要不然你來學貸 學費的貸款 很不公平 很多都不公平 但是 中華民國中華工 這樣做 他中華工要把中國學生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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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可以跟台灣學生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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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ian 使用 把他媽媽 幫他 估工 人 或是 香港 偷偷就這樣,所以你看現在電視節目很多都會 說得好聽說,請新移民來做節目,裡面很多都什麼 中國女子,中國人來這裡,包括最含什麼 他那位中國人嫁來這裡,當然位是真心意愛也有啦 我們不可以好人,但是嫁結婚也有啦,為了真實的結婚也有 偷偷就嫁老鴨子,把你吵吵死,輪兩三個 那人嫁得多少呢,老鴨子死後,他還要贏半身 他贏一四人,他30歲嫁來這裡,他贏一四人,贏五六十年 再來,他那位中國新娘,中國沒有嫁來台灣之前 他如果在中國有紅,他要離緣去 他如果生人娘,可以來台灣呢,他要贏一間高中 輸在你呢,你要贏,建中要贏百一路,輸在你呢 不用客氣呢,我們台灣學生在幹嘛 要結婚頭上去跟人家客氣競爭 結果那裡,中國沒有的跟人生人來台灣 直接補充給他去賺錢,你看歐子也沒有 結果每天都不會說這些東西 你看歐子也沒有,真的 他們直接去賺錢 當然,以後這些都要處理,這不可以他們 當然,未來要處理 所以這不公平,這就是我們未來要處理 我們這裡有說,藏在中國的學歷和學術交流 就是說,中國如果沒有鐵尾團 中國如果跟台灣做得對的時候 這些學術高成的意想要說,中國都是假的 都加這個學術的名字進行通前 我們在台學裡面都知道 都進行通前比較多,真的學術交流很少 如果要學術交流,本來國際上 很多國際圈頭,本來就能學術交流 他就這樣,他就這樣 他現在呢,所以呢,現在在中國欠位 放棄對台灣武力的進行 我們這都要喊多,要喊多 我們要邀請中國的做家、學家來台灣 住校做家,不然就來這裡做學家來交流 來呢,薪水都給他們很高的,都不用那麼高的 讓他們來這裡把我們的孩子上課 這個我們台灣會不會說,請幾個體育 叫中國人來給我們教育 你看看嗎,沒有 要用我們的錢 要請中國人來給我們的孩子洗腦 結果我們台灣,很多的大學教育 高成的意想也偷偷拍的 還做得很開心 對中國學家來泡泡泡泡泡 這個未來我們都要處理 再來,提供教育到中心的學識 這個譬如說,社區型的大學 這個我們資部份 以中心教育,中心的學識為主 再來,我們這個時間以外 第十幾點,就是為了 身心障礙到發展比較慢的 這些人的受告者 就是說,他可能身體啦 或是說,心理上發展比較慢的這些人 他的受告官,我們未來也是要保障到 再來,最後一點就是 提供新移民,叫教育的機會 我們很多東南亞來的新移民 因為種種原因 通常,學地都比較多 像中學、修學這樣而已 我們未來應該還要讓他 有接受,他如果有想要 受客官的教育,我們應該要給他一些機會 因為我們過去都想說,這都是台灣的負擔 其實我們如果換一個 比較正面來講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負擔變成是我們的祖書 這都是,我們未來的台灣 要跟東南亞這些國家做好處 很重要的國民外交的先鋒 譬如說外南也好,馬來西亞也好,印也好 我們應該要跟這裡東南亞的國家 要建立好的關係 但是你看看,馬先生起來之後 都只有親中而已 條工呢,借著台灣人跟東南亞的國家的對立 尤其是青南海的問題 條工呢,借著台灣跟外南人跟東南亞國家的對立 這是對我們台灣其實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未來這裡的 由東南要嫁來我們這裡的 其實換個角度來講,這是 國民外交真好的人材 我們要運用它 沒有人都會想說,這是富民的而已 你看看,他們嫁來這裡的時候 譬如說外南人嫁來這裡 他怕他,台語、外南語都會學起來 後來我們要去租外南的台西 就派這裡去了,外語來的通 台語來的通不是很好 如果從泰國嫁來我們這裡 我們泰國的也保留起來 我們就很多不同的藝人材 這其實對我們也是好 你看美國也一樣 美國可以適用這麼多新移民 他的不同的藝人文化背景的這些人材 所以我們未來這部分 我們也是要好好來運用他們這裡的部分 好,以上呢 因為我們時間也很悠閒 我們尖堆13點很具體的政策 拿出來給大家參加 當然我們這是一個粗暴的幾位 未來也要接著我們來做這麼多動心 做來探討我們未來台灣的教育 要我們來改革 可以比較符合我們台灣的一個需要 好,我們時間很悠閒 不然我們這個課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要讓什麼問題再次數碼來討論 感謝各位動心 謝謝 請起立 此 McM、焚謝謝 一有二人 謝謝 一張小貓 你有很多目的 多嗎